大唐西市 然后一楼刚转了一圈啊 上二楼 抽抽的有啥好宝贝 啥样子 还不能看好宝贝 压实挺大的啊 一层一般大 二层咱们还没上去 上去瞅一眼 那边是丝绸之路风情街 这就二楼 嗯 二楼露天的 这样的一些 跟小别墅一样的样子 不是大厅啊 啊 还没有 二楼这样子 就是那些雅座 也有一些管店啊 但是这会儿 就是那个角 那边钱币开门了 但是 应该说二层来逛的人 不多吧 二层啊 二层啊 四季店啊 浅壁店 这边是干啥的 这边酒店吧 这上面还能停车 真是 不错啊 这楼上 整的别墅 按说这个东西 没有这十吨子的话 这边也能 也能停车的 那边也能停车 就是大同小异吧 然后里头都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东西 人气不太旺二楼 地上树叶层一层 在哪里的庙 可以啊这边住着应该是比较舒服 适合居住 看这些乙气垫有这一趟 没开门大喊 走到那边应该到头了 楼上感觉挺舒服的 当然还有一些三楼啊三楼一些 应该里边有一些小店了 不错 环境不错 但人气不够旺啊 人气旺的地方一般都是 大市场 大地摊大集市 这些呢就是比较清静 做点喝茶 然后聊聊浴聊聊管 比较舒服 大根 这能出去吗 我不是做好 我也是瞎转啊 好吧 长得比较雅 可以出去 宁可施无肉 不可居无竹 竹竿比较雅气的东西 包括这个台湖施啊 放那看着就很舒服 特别是这块 得劲啊 不过上面有点小磕 磕碰 还有这些盆景 真是不错啊 那边咱们走过 从这下去吧 大鼓啊 二层就那个样子啊 大致就那样 然后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咱们玩贺天狱的 啊 好